长在哪里 竹子的叶子绝对不会长在这里 不会长在这里 也不会长在这里 它长在哪里呢 长在最后分支的那个小字条上面 最后分支的小字条上面 我再讲一遍 竹子的叶子 是长在分支分支分支分到最后的那一个分支的上面 你如果这个地方画个叶子就错了 这个地方画个叶子就错了 它应该是在最后的分支的上面 最后的上面 所以这个要注意 好 然后呢 就要画竹叶 要画竹叶 因为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 我回来开始讲 这样子 拉筑竿要注意事项 那画竹叶呢 水分要稍微多一点 水分要稍微多一点 然后呢 沙漠也是从笔尖 从笔尖去沾 从笔尖沾 笔呢 尽量打尖 尽量打尖 不要扁扁 打尖 然后呢 花叶子 花叶子 叶子是长在最后的分支上面 最后分支上面 最后分支上面 不然 我会变得到 丝尾 对 对 不然 我会变得到 这枪 我会变得到 你会变得到 那 我会变得到 漫就会成一个图形 就这么简单 也不用彩色的 用墨就很好看 来 这里也一样 来 这个出来 我们就画叶子 有大有小 有长有短 很简单吧 你们回去啊 老师很简单 没有墨啊 笔跟墨啊 这个只是要发给你们 这个纸跟 我今天发给你们 这是一样的 所以呢 会晕就是会晕 不会晕就是不会晕 对不对 一样的 所以你也可以有这个效果 好 并不需要每一个枝条 你都画叶子 并不需要每一个枝条 你都画叶子 慢慢的呢 只有几个杆子 几个分支 一片叶子 就出来一个土 那么到学习的后头 我们还要教你们 画土 画小鸡 小鸡在竹林里面 小鸡最喜欢到竹林里面去玩 为什么 竹林下面有许多的蚯蚓 许多小虫 这个小鸡在那边跑来跑去 那一步田园的景象看得很舒服 所以很多人喜欢画竹子下面 再画小鸡 再玩 你如果要画全家福 就画一只大母鸡在旁边 你们家有三个小孩 三只小鸡 很好玩 这个就是画竹子的方法 然后 这个竹子的生长过程 竹子的生长过程很妙 我们都知道有竹子 对不对 我家竹子很多 长得熟悉很多 我都很懒得去 去采采 为什么呢 就是我跟你 生前 然后呢 从左边点下去 按下去 然后往上拉 那个竹子的特性是 那个竹子的特性是 靠近土的 靠近 靠近土的地方 那个竹节会比较短 然后越往高 越往高 竹节就越长 但到了最上面的时候 它竹节又缩短 所以它有这个特性 所以你在画竹感的时候 在画竹感的时候 你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短的 比如说 我从左边按下去 推起来 这样一截 第二截 长一点 第三截 更长一点 以后就 都一样长 这种画法就是 这一般的 比较一般的 那有些人 喜欢呢 不断 这个地方 这个之间不断 它怎么画呢 看哈 它是 就是没有断 我们这个是有断 那你们呢 你学这个比较快 你不断的话 你不容易控制 那你 你能断的话 你可以一笔一笔的加 你看哈 你看哈 我现在夸大一点 这样这样 把这边飘过去 对不对 这个比较好学 你们就这样画就可以了 画竹竿 那么 有人说啊 你要学画 必须要先把字学会 那没这回事了哈 因为写字 是中风 我们画画 我们画画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偏风 很少中风 那你画竹子 你如果偏风 有个好处 我可以有浓蛋 我可以有浓蛋 我现在比呢 比肚子用淡末 那 那我比头是用浓末 那这样画出来的竹竿呢 是不是 左边浓 右边淡 它有层次 看起来不会枯燥 你这个黑龙龙的 都是这样子黑黑的 没有味道 这样懂吗 所以呢 这个比啊 你有一点偏风 有一点偏风 有一点斜的 然后呢 比肩粘浓的 所以你画起来的时候 比肚子这一边是淡的 比肩那一头是浓的 你看这样子 这就是竹竿的画法 那还有一种 你画细竹子呢 细竹子那更简单 你细的竹子呢 你只要用中锋就可以了 你把它用中锋 然后直接顿一下 直接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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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了 中锋这样 顿顿顿就可以了 这个是画竹竿的方法 那画了竹竿之后 就要画竹竹竹 画竹竹 好 你画竹竹的时候 这个陈建章先生 他有 谈到说 四平线 看四平线 你们看那一张 画竹竹的时候 他要讲到这四平线 我们一般 我们在外面看竹竹的时候 因为竹竹一长就是七八公尺高 所以 所以他四平线上面的几片叶子 几个竹竹 跟四平线下面的几个竹竹 其实不多了 差距也不会很多 那 比如说 你 你从这个地方 你从这个地方 看 看这个竹竹 在四平线上面 这个竹竹一定是平的 你如果往上看的时候 你如果眼睛往上看的时候 这个竹竹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往下看的时候 那个竹竹应该是这样 往上看的时候 这一头 看起来比较高 往下看的时候 这一头会比较低 就去跟这个一样 现在你们这样看 这个是平的 那你如果 我这个 如果斜这样的话 这个是低的 这个是高的 对不对 如果 你这样看的话 这个是高的 下面那个是低的 就四平线 但这个呢 差距不是很大 所以我喜欢呢 画竹竹的时候 画一个中性的 什么中性法呢 来 我画竹竹的时候 是这样 一 二 也不是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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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都有 这样 画竹竹 画竹竹 那有些人说画竹竹怎么画 这样子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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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种画法比较 生硬 你们可以学着画这个 当我在 戒指缘画谷里面 他有 他讲说 画竹竹啊 他几个 他说啊 点竹 要点这个竹竹 是 以字 上报 这个是以嘛 甲乙秉丁的 以嘛 点竹 以字 是 以字 以这个字 上报 报的上面 点竹以字上报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像邪 像邪 以一样 像邪 以一样 这样一过来 其实这个是 像邪 以一样 这个是 上报 报上去 那这个扩大 就变成以了 对不对 要点竹竹 要点竹竹 怎么点 写那个以 甲乙秉丁的以 以这个字 这一头 跟这一头 要往上报 那这个是 就是 看下面的竹竹的时候 是点竹 以字 上报 那 那如果是下报呢 下报的话 你就 往这里下 往这里下 这个是下报 这个是上报 下报 好 就是看你的视频 一下 好 这样冰白 好 今天 就是要你们呢 就是 化竹竿 那我来看看 你们化竹竿 什么都要